打虎亲兄弟抗疫夫与妻 在武警湖北总队医院 有这样一群同心抗疫的夫妻 他们放弃与家人团聚 携手并肩 奋战在抗疫的第一线 胡霞是中药调剂市里的一名医生 他的丈夫陈凯在西药调剂市工作 2月3日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原本计划过年去广州和家人团聚的他们 在接到医院的疫情防控命令后 毅然退掉车票 留守武汉 作为军人 作为医务人员 我们也有自己的职责使命 而且我们也 我们也很庆幸 自己能有这个 能够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 能够为部队的防御工作做贡献 能够对广大官兵负责 对人民群众负责 胡霞说 虽然自己和丈夫工作的地方不足百米 可是由于排班时间不同 基本碰不上面 胡霞称 今年4岁的儿子虽然懵懂 但是懂得父母的工作 他在等着父母战胜病毒和自己团聚 可能他也已经习惯了吧 就是我们就是 接到命令 就是一不容辞的要冲上去的 他也知道爸爸妈妈 工作是什么 工作的任务是什么 他也 我们也跟他说了 我们现在是在 跟大病毒做斗争 然后打赢了 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那一科主治医生于东 自疫情发生后 已经有十多天没有回家 他的妻子是湖北省军区 武汉第五离职干部 修养所医生同样坚守在抗疫一线 他们之间的联络全靠一部手机 其实在部队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还有很多 这个 我们这里 其实我们这个做的这些事情 不算什么 这是一名军人应该做的 隔离病区护士 戴玉露的丈夫是一名海军 和丈夫在一起九年 只有两次春节在一起团聚 戴玉露告诉记者 虽然今年丈夫难得回家过年 但是作为一名医护人员使命召唤 唯有逆行 他表示知道有丈夫在家里照顾家人 自己可以更安心的抗疫 刚好是他们可以安排就轮着了 然后就到他那个 然后就回来了 但是因为这边还是需要有人上班嘛 然后 不过他在家里 我在这边就安心一些 据悉 在武警湖北总队医院 夫妻二人都奋战在疫情防控战线的 共有14对 夫妻二人均在武汉市各个工作岗位上 防控疫情的有36对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